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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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困难了 遇到困难了 遇到困难的时候 18年以前这个时候来的时候 没有这么多的华人的生活 比较安静 对 那时候好像威尔森亥还是蛮有名的一个高中 那时候所以就选那个社区吃蒙吹帕的烧饼油条 住要住得安静一点 就没想到我们今天那么好热闹 对啊 甚至说 那个时候您在台湾你想 事业这么红火又这么忙 当然放弃很多东西 说是为了家人 当然其实那个时候我想95年真正说放弃台湾的事业移民 来美国 其实算不算一些逃避啊 或者是自己要 自己那个时候很难过了 总是要想重新有一个生活 包括说您这个信上帝呢 也是跟这些很多的事件有关 对不起啊 陈先生 我们听他讲故事啊 等一下还听您的故事 其实不算逃啊 不算逃避 也就是你知道 我们都有一个心灵的故乡 到了最 我们永远的孩子啊 最软弱的时候 第一声叫出来都是妈妈 妈 你在哪里 我爸爸在哪里 我相信最靠近你的我的妹妹在哪里 那我妹妹在哈岗 那她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她在那个时候叫中华联合基督教会里头 那就是等于是有长老 长老娘了 那我是 她一直为哥哥祷告 希望不要在那个染缸里头啊 这么打混了 一直希望我能够生活能够安定一点 那所以我就在软弱的时候回到家里头 就是看看 我第二波回到台湾去 过完年 在从整旗鼓该怎么样 结果没想到我 我妹妹就带了教会里头的一个女的传道人 到我家为我按手祷告 一祷告以后我就遇见神了 你别说我神言神语的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真的神了 那时候就一个祷告就让我整个人 这个沮丧害怕灰心全挪走了 就把自己单子交给上帝了 那真的就交掉交托了 那之后到现在已经17年了 我印证上帝托得我走得越走越快乐 越走越稳妥 这个可以是得到一个时间来印证的 那我相信 你们看我也很快乐 对 我迎迎来我们就看到 这么红红的闪闪的 那我想这么十几年 其实您也帮了不少的人 帮他们 带他们走向快乐 走向幸福 因为我们说一个人的快不快乐 是由心而发的 问题都处在这个思想上 对 所以说我相信您也帮了不少的人 好 下面还有三个单元 我们请这个方正牧师 跟我们大家聊聊故事 然后呢还要请陈先生 听听陈先生的作品 包括在洛杉矶的有一个 这个艺人之家叫 《洛城艺人之家》 那您创办的也是陈先生 这个设计的 对 一手要为我打造一个全新的一个艺人之家 太棒了 一个艺人之家 他是我邀请今天最重要的贵人 好 陈先生是比较内敛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跟陈先生讲一讲 还有呢就是在2月17号 在盛盖伯大剧院呢 把这个方正先生要推出一场 这个春节联欢晚会 等一下呢我们您也跟大家说说 好啊 好不好 好好见 谢谢 各位大馒头方正给您拜年了 各位大馒头方正给您拜年了 2月17号春节联欢会 我要让您报效过新年呢 我的欢喜冤家好搭档沈石华 我的小丑哥王张魁 我的妮大嫂李丽华 我们可是实力派的艺术家哦 2月17号圣盖伯科剧院下午三点见 好好笑啊 各大书局都有票买 要买票去哦